大家好,我是Social粉底里建文 身为一名临床心理治疗师 我要跟你分享我如何应对 心情冠状肺炎和行动管制这段期间 我原以为行动管制会是一个很轻松 没什么工作的度蜜月 没想到从行动管制前期开始 工作就排山倒海的一直来 几乎没有停过 我可以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凌晨 甚至有时到了凌晨才迎来我的晚餐 这段待在家的时间让我发现 原来我是个工作狂 这个心觉也让我开始学习去设定界限 一直来我都是一个OK man 对别人的要求我总是OK啊,可以啊 虽然我知道拒绝的重要性 但这段时间正好推动了我去把拒绝人的艺术给实践出来 我还在学习当中 学习不让自己过于操劳 学习在家工作的时候也有放工时间 放工后就不去动工作上的东西 放下这个过程不容易 我发现自己要做的东西很多 时间却似乎很有限 但为了活得更好 做得更多 我得放下 除了放下这段时间也让我学会了珍惜当下 我以前常会在驾车时抱怨说 怎么那么塞车 但没想到我会到这一个地步 就是原来塞车也可以很幸福的 这段时间我听到很多人说 行动管制过后 我要吃那个 玩那一个 做那一个 我本身也很想念那香喷喷的椰浆饭 但静下心来 其实眼前的这段时间也蛮不错的 我有妈妈煮的这家常店饭 我少吃了很多外面的味精色素 我有这一个很好让自己去自省的时间 与其专注那还不确定的未来 不如专注享受当下 多出来的时间 不是让我们做更多的事 而是让我们学习放下 找到生活的平衡 珍惜当下 这是我应对的方式 你如何应对呢